台中街头一早就出现豪车 超跑英雄 每一胎都破千万 移动豪宅再度吸引目光 然后有六台劳斯莱斯 一台加大的一台 就是我们的主旅车 劳斯莱斯的休旅车 现在目前最新的库里兰 它试验商比较稀有的 仔细看头车用了 蓝宝坚尼小牛 函改装套件价值约两千万 另外主旅车劳斯莱斯 加大版休旅车 也是最新款库里兰 价值约四千万 中共出动三台小牛 六台劳斯莱斯 及三辆兵力 十二台加总三亿台币 另一大亮点 有别于以往白色婚纱 新娘穿红色礼服 而且持着队离开时 拿着深层游戏冲锋枪来丢 因为我觉得丢扇子的话 就比较没有一个缺 就觉得好像丢枪 而且脾气比较大 习俗丢扇子是把坏脾气丢掉 但新娘自认脾气活爆 干脆着了一把冲锋枪 自嘲自己 也希望能把火爆个性丢掉 而车队也在台中各大路口环绕 让不少民众侧目 看到一整排移动豪宅 不禁赞叹 让新人也接收到众人的祝福 记者陈广认 彭与菲 台中采访不到